这是山西大寨 西洋县的县城 这是老县城 七沟挖凉一面坡 大旦快上 建设社会主义 你看这个县城里边 都是革命口号 大干快上 建设社会主义 这条街原来叫上城街 是西洋老城唯一的主街 这规模形成在六七十年代 全长六百米 两边都是单位的办公商业用房 后来这个城市扩大 但基本保护下来了 因为这是革命典型 一般人不敢乱动 这里边的主要的建筑 都是当年留下来的 大干快上社会主义 弘扬革命精神 传承历史文化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出万难 去争取胜利 继承革命 乘胜前进 满街全都是革命口号 所以叫红旗一条街 你看到处都是红的 挂满了红旗 西洋第一药材店 这是红兴便利 便利店都叫红兴 多快豪省 力争上游 伟大领袖毛主席 毛泽东思想万岁 走到这就回到了 伟大的革命的时代 至军饭店 永城装饰 文科世纪的建筑都没有拆 文科世纪的建筑都没有拆 并且又恢复了一些 它保持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 这个街道的风貌 我觉得这呢 在靖中事业是非常有特色的 在全国这样的街道呢 也不躲进 比如说那个贾正客的电影里 它那个冯阳小城呢 也是会看到是这样的 不过它是破破烂烂的 但是呢 我们西洋县 因为当时全国人民都来嘛 这个是个结代的 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 全国人民解放军 对 你看那个五星 就是加强几率性 革命无不胜 大众商量 卖烟通的 北京都有 现在北京不卖烟通了 富士商店 就是使购货本 量票 人民商场 现在叫加汇超市 因为从苏联 选的苏联老的歌 苏联爱嘛 我代表人民 人民商场 资历更生 奋发图强 你看前面 列列红漆 所以叫红漆一条件 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个大院 就是西洋县县委 县政府 当天陈永贵 就在这 你看一下 这是西洋县委院 我们的文学艺术 都是为人民大众的 首先是为工农兵的 为工农兵而创作 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领导 舞台叫工农兵舞台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是中国共产党 直到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工农兵大舞台 做得非常好 这前面是 伟大领向毛主席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自力耕生 艰苦奋斗 这是老的西洋县委 这是我 农业学大寨 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人民饭店 艰苦奋斗 勤俭建国 当时所有事都是人民 你看里边 我代表人民 棒棒 我代表人民 人民里边最高的 就是个五星 五星是解放军 这是县委 是那个山西大寨 西洋县 最主要的那条街 我面对是西洋县博物馆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正中一幅 巨幅的毛主席画像